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又是我DSC索聯文 剛剛在留言中看到一些re-take DSE的影片的時候 看到同學留言問我一些關於re-take的問題 看到當然是盡量解答同學的問題 因為想講得多詳細一點,所以我就索性拍片去解答這位同學的問題 順便可能有些re-taker都在想這件事,順便說完 看到一位叫Jayden的同學剛剛留言問我 他說Hello 數學聯文,正在考慮re-take 是2021DSC,想合併成績,問我最遲是否2024年 三年內是否包括2024 如果可以的話,這位同學聽到的話,我想你的情況交代得多一點 因為我有些不太sure你的問題 我盡量嘗試猜猜你想問些什麼,我就盡量解答 但如果可以的話,我想你交代得多詳細一點 最遲2024和那三年的意思,你是在說哪一件事 但我儘管都盡我所能回答一下 我理解這個問題,應該是同學 應該是2021年考了DSC,但是2022年沒有考 如果不是你會跟我說你是2021和2022,對吧? 所以我理解這位同學應該是2021年考了DSC 但是因為這兩年,2021和2024是中間隔了三年 所以你想問的問題應該就是在問究竟 相差了三年的時候,是否可以再合併 因為有一些科目在大學中限制著你的DSC-retake的成績 最多只可以在最近三屆的DSC 所以你就在困惑這件事 2024-2021,減出來是三 但其實是橫跨了四屆DSC 所以你想的問題應該是 究竟如果是報那些限制著三年內 combine search的科目的話 究竟可不可以是橫跨三年 由2021到2024 我猜你的問題應該是這樣 如果我猜錯的話,歡迎同學在留言 交代得再具體多一點 我們再盡量大家去討論一下 好,假設你的問題是這樣 首先要說明一件事 根據目前update到2022年為止 其實retake combine search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即是誇張一點說 理論上你是考第一屆DSC2012年也好 理論上你是可以照combine最新那年的DSC 理論上當然不是太多人會這樣做 但理論上是可行的 除了有兩間U 一間是中大一間是港大 這兩間U 目前就是會在某些科目裡面 給予retake一些限制 以及一些 penalty是會扣分的 但反過來這樣說 除了這兩間U的部分program之外 基本上目前retake是沒有時間限制 所以理論上如果他之後幾年的制度沒有改變過的話 理論上你21年combine2024年是可以的 不算中大廣大的科目 中大廣大的科目又如何計算呢 我相信同學會問這個問題 有機會同學在港大的官網看到這些東西 有些科目就說明了 就是指 Best we've sold in the latest free settings of HKDSC 也就是說有些科目在港大來說 就是他限制著最近三年的DSC 他用最近這個字其實可能有少少 不知是有少少含糊 我自己覺得 究竟是說年份上最近的三年 還是你個人紀錄裏面考最近的三次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用2024做例子 如果是用年份去計 Latest free settings的話 用年份的話 應該是242322 但我有時候我未必是連續三年考的 我喜歡可能跳著跳著的考 如果我喜歡隔兩年才考一次 可能就是2024年、2022年和20年這樣考 這個對我個人來說是Latest free setting 我們不照字面去猜 就是猜猜一下 因為這件事對你來說都很重要 始終入大學 所以我們不猜猜一下 穩陣些的就是打去港大的入學處問一問 如果你想入的program 剛好就是這一種的penalty的話 他只是接受最近那三屆的DSC的話 你打去問一問究竟是用年份去計 去計最近的三年 還是我個人紀錄戰績上最近的三次 這個我覺得穩陣些 打去問一下沒有壞的 這樣我就不照字面去猜猜一下 這個 但要強調其實 其實中觀整間HKU 其實給予retaker penalty 又或者有這些限制著最近三次 就是只可以考三次的DSC的課程 其實不多的 你有機會見到其他的不同的限制 比如說這些 只可以接受最新的兩年 還有同時是有penalty會扣分的 但你也有機會見到是完全沒有任何penalty的 你考兩屆或以上的 他全部照計你都是ok 首先要搞清楚 同學想入的科 究竟是 是不是就是這個情況 即是他限制著最近的三年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下面這個 你可以出一下你想入的科 如何處理retake問題 如果是下面這個 即是他沒有說明有任何限制的話 基本上你是 喜歡考哪年的DSE 總之最後最好的成績 combine去就可以了 但也要提防中間的情況 就是他給你combine 但他同事也會扣你分 中大廣大是有部分的課程 會做這個 所以最重要你是retaker 最重要看清楚中大廣大 你想入的科 究竟是如何處理retake問題 在決定retake之前要搞清楚 真的部署好才開始決定retake 希望我沒有理解錯 這位同學的問題 如果是第一種情況 即是他只是接受最近的三年的話 我建議打他問一下 但話說回來 如果是計年份的話 其實是說不過去的 因為2024年的話 其實2024DSE是最接近 然後就數下去2023、2022 應該是不包括2021 如果用年份去計算的話 應該是不包括2021 所以如果同學剛好是剛才那種 Latest Free Settings of HKDSE 最好是要打去問問HKU 那邊的修身準則是怎樣 因為始終我是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位補習老師 但始終我不是HKU 亦都不是Jupas那裏工作 他背後的修身 始終都不會及Jupas那邊官方的人員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想進入的風格 就是這個情況的話 我建議你打去問一下會好些 所以如果有任何同學有任何retake的問題 都歡迎隨時留言 或者PM我去問 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以前曾經都是retaker 以及這麼多年來都接觸Jupas 這件事都非常之多 所以能夠回答到的我都會盡量回答 但有些我真的不肯定 譬如這個latest這個字 我真的不太肯定它的意思是怎樣 那我就解答不了 我就覺得最好打去Jupas那裏問一下 但如果答到的我都會盡量回答 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